我们将以公平正义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提出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的金砖主张 我们将以疫苗合作为重点 拓展公共卫生合作 助劳抗击疫情的金砖防线 我们将以全面深化经贸 财经创新 数字经济 绿色发展 减贫扶贫等合作为抓手 铺设加速全球发展的金砖快线 我们还将以深化金砖加合作为奇迹 加强新兴市场和泛众国家的战略协作 为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做出金砖贡献 今年中国 泰国和印度尼西亚 将分别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还有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全球治理进入亚洲时间 我们期待新兴市场和泛众国家 从全球治理的跟袍者 向并袍者甚至领袍者转变 发挥更积极作用 发出更响亮声音 引领国际秩序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 推动全球化 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 普惠 平衡 共赢的方向发展 推动全球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